食物纖維沒有味道 然後今天我就是把它加在飲料裡面 我可以試試看 我必須說身為忙碌的職業婦女 我很喜歡那種一包一包 隨身包加的這種東西 你去看我的包包裡 一天帶一包都是這種方便 來 欸 你已經放進去了買了嗎 它是無色無味嗎 對 都沒有任何味道 好喝的啊 應該只有那個飲料的味道 無色無味就沒有特別的什麼 對 它沒有無味道 可是你喝之後 吃到的都是剛剛那個小山豬的東西 小山豬 所以喝起來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味道 喝起來就是檸檬汁 沒有味道 它是有那個纖維粉 對 就是你如果平常喝咖啡 可以加在咖啡裡面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像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吃日本的一種 就是那個可以讓你幫助排便的 其實現代人外食足 所以可能很多這個有效的營養 沒有攝取到 很多人有宿便的問題 那宿便就會產生有痘痘的問題 尤其女孩很注重 對 所以我覺得 像它這個加食物纖維粉 是真的還滿好的 是一招現代人必須要學的 對 對 這對女生是有幫助的 而且纖維粉一定要搭配 大量的水來喝 因為有些女生之前就流行吃纖維粉 像那什麼洋車鉗籽或什麼之類 就沒有搭配很多的水 反而會便秘 所以就是要大量的水 浩然姐妳來推薦一杯 我現在推薦這一個呢 這個東西其實它對女孩子很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蔓越莓其實對女孩子很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 而且它熱量很低 那因為它是蔓越莓濃縮去泡開的 所以到了夏天就是 你又可以清涼消暑 又可以對女孩子的復刻很好 對 這個還不錯 對不對 因為外面賣得太甜 因為外面賣得太甜 我抱歉 我抱歉 你知道這是生命嗎 還不錯嘛對不對 因為外面賣有時候太甜 對 你調一調的話這還不錯 我可以接受比較不甜的 這就是 好吧 可是這個真的對女孩子很好 對 真的 許醫生好像要推薦 我要推薦的是豆漿 然後加這個就是非常神奇的 就是美容產品這樣子 因為豆漿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它可以受腰 而且它的那個就是營養的價值非常高 而且可以補充一些身體所需的熱量 然後呢 但是我覺得最神奇是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它非常的方便 它一天只要一瓢 一瓢可以混合在任何的飲品裡面 一天一瓢就可以了 然後重點是這一瓢裡面已經含瓜了 大概女生非常需要的 跟非常愛的一些美容成分 譬如說什麼膠原蛋白啊 然後維生素C啊 然後鈣質 還有那個乳酸菌 所以說 對 所以說它不僅可以補充熱量 然後減肥的時候可以保持你的那個好氣色 重點還是可以促進 就是那個腸胃乳動 排便非常的好 然後重點是這些飲料喝下去之後 你也不會胖 重點是它的價值又非常的低 根本就不貴 然後所以這裡有 就是已經幫大家準備好的 小杯飲料可以讓大家試喝 豆漿啊 這裡還有四喝組 對 還滿周到的 我覺得橘子講得滿重要 因為膠原蛋白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 它會慢慢的流失 對 再加上很多人這個 很多女生她可能熬夜的關係 所以皮膚都沒有亮度 然後呢 會看起來有這種 看起來乾乾乾乾燥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的膠原蛋白流失的太多 然後剛剛她講的這個 其實這個粉飾 現在在日本非常非常的紅 什麼好菌跟壞菌 會影響到您的胖瘦 越來越多研究就發現 瘦子身上的菌 跟胖子身上的菌 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腸道裡的菌 會影響你的胖瘦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在瘦身的時候 都只想到說 我就要掃視掃掃 可是你沒有想到說 你要調整 我覺得其實講得滿重要 因為膠原蛋白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 它會慢慢的流失 對 再加上很多人這個 很多女生 她可能熬夜的關係 所以皮膚都沒有亮度 然後呢 會看起來有這種 看起來乾乾乾乾燥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的膠原蛋白流失的太多 然後剛剛她講的這個 其實這個粉飾 現在在日本非常非常的紅 然後在網路上是很紅的 然後因為它裡面它低卡 所以過去很多人在 比如說喝膠原蛋白的那些 那個補充膠原蛋白的東西 它的糖分比較高 這個它是非常低卡 所以低熱量 不會讓你喝完之後有負擔 然後最重要是 它是真的加什麼飲料都可以 我自己本人最愛是加紅茶 加紅茶超好喝的 因為它是用豆漿 對 你是用紅茶 紅茶超好喝 它是用各種飲料這樣嗎 都可以 加咖啡可以 比如說大家喝咖啡不是會加奶精嗎 其實我是加咖啡 你就拿這個來替代奶精就好了 對 它加了咖啡好好喝 膠原蛋白 這是有時候用塗的對不對 對 一般有塗的 吃的 然後喝的 因為這一款它比較特別是因為它 因為它來自日本 它是一個日本的大廠生產的粉 然後你就是加一匙 一天一匙就好 不要多 因為你多了也沒有用 看一下裡面包裝對不對 可以 不會有 其實 你也有嗎 我有啊 因為我平常 我自己是包包裡放一包 家裡放一包 辦公室放一包 尤其是很多上班族 你可能這個出門的時候來不及 你就把這個一包放在辦公室裡面 對 很方便 你每天像大家同事要買飲料的時候 你就直接加一匙在裡面 它裡面包括像剛剛講 這份蛋白要跟什麼東西在一起 才能夠產生最好的作用 要有維C 對不對 維他命C 維他命C 另外它裡面有個牛奶蓋 它是可以增加女性鐵質的補充 因為很多人 現代人嘛 都會流失掉很多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有一個 就像剛剛講的 它可以幫助排便 幫助你腸道健康的乳酸菌 對 這個重點 腸道健康很重要喔 因為很多人的腸道不健康 一般現代人 尤其上班族都公胃 對 對不對 大家都毛起來跟胃有關都很在意 但是腸如果不健康 它其實是有更多的問題 我們為了腸道健康乾一杯 乾一杯 這幾個大家都有對不對 你看橘子這個周到 我超大杯的 然後 你可以去賣場當試吃人員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這個 所以這阿婆切幾切很小條 你知道嗎 熱狗試吃是小條的 而且剛剛講到 那個益生菌真的滿重要 因為最近有越來越多研究就發現 瘦子身上的菌 跟胖子身上的菌是不一樣的 你腸道裡的菌會影響你的胖瘦 對 所以 其實 有很多人在瘦身的時候 都只想到說 我就要少吃少吃少吃 可是你們有想到說 你要調整你腸道裡面的環境 這非常重要 不過這個對上班族女生來講 非常方便 而且你一天一勺這樣就夠 一勺就好 像我是把它加在 今天我是把它加在咖啡裡面 老師喜歡這樣 就是加點東西的這種東西 你看看我的臉 妳都有加嗎 我每天就是豆漿加這個 真的假的 老師就是一個你知道 謝玲玲的例子 不是 謝玲玲 你弄錯了 我跟妳說我學生的教學 我說最真實的個案 真的 老師的皮膚嚇死了 我很喜歡加東加西 我就是豆漿加 就是這個 之前很多人為了吃那個膠原蛋白 然後結果我就喝那種非常 就一罐一罐或幹嘛 可是要注意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採訪一個菜 以前在美國不是寫了一本 叫什麼美麗聖經 就踢爆那些化妝品 他就跟我說 對保 他就說你們那個好奇怪 你們那個東西要補充膠原蛋白 但是那麼甜 你們難道不知道 甜會破壞膠原蛋白嗎 所以你想補充膠原蛋白 你去喝了一個甜的東西 去破壞它 是很奇怪的 因為很多膠原蛋白 因為它的取材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腥味 所以為什麼它要加 很多的其他的味道進去 蓋住它 就是因為要把那個腥味蓋掉 那因為這個粉 它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而且因為它加了牛奶蓋裡面 它反而是多了奶香在裡頭 不過這樣了 其實等一下借我們單拍 我們在FB上面公布 好不好 我們推薦 比如好的東西給大家 好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是排水排毒 那我覺得女生就需要了 因為她可以喝這種排水排毒 身材變好好 什麼東西 這個我家推薦玫瑰羊柑橘 因為像我家住的迪華街附近 我很方便 我常常就是 常去那邊買就是玫瑰的 然後跟那個羊柑橘自己泡 那個濃淡自己搭 因為玫瑰對那個排毒 新陳代謝很有用 然後羊柑橘是可以利尿發汗 對 像我是水喝不多的人 可是因為水沒味道 我都這樣泡一點點淡淡的 然後就味道很不加糖 很好喝 如果不加糖 其實你可以加一點點像薄荷 蜂蜜可以嗎 薄荷 或者你如果不加糖 不要加蜂蜜 你加什麼呢 甜菊葉 甜菊葉 甜菊的葉子 它一點點它就是葉子 然後它加進去就有甜味 然後泡出來就是整個都是甜的 因為這兩款加在一起 確實也是蠻常見的 那個花草瘦身系列 很多人會水種對不對 對 這才有下的 喝這種就可以把水排掉這樣 紅糖妳的呢 我這個其實是 你們猜這是什麼 絕名籽 對 我去那個中藥行去買的 然後我就是買這樣一包一包回家 然後重點是我買的是 它那麼黑是因為有炒過的 就是要買它炒過 炒絕名 對 它會炒過才會那麼黑 不要買深的 功能是什麼呢 讓你排水嗎 對 它是那個力量排水 然後它會整個消水種 像你們就泡出來就會 對 它就會變成 可以 像老冰的茶 真的很好喝 真的嗎 賣茶的味道 賣茶的香味 對 然後這有點加太多 可是冰的 那我是重要的就對了 它是賣茶的香味 如果是賣茶我就寫 對 我也OK 我起來 譬如說我晚上有一些拍照工作 想要就是看自己就是 要比較瘦一點的時候 我喝這個真的馬上 急速排水 對 很快速 因為我很會水腫 我前一陣子就是去看中醫 然後他給我的中藥 我的天啊 他說你要多想消水腫 我說我想要很瘦 消水腫 對 然後把我開了一個藥 苦畢了吧 拉到我臉中大 那種臉到已經拉到 都是拉水的 我們好沒在叫你 瘦水腫 那個時候消水腫 體重有瘦幾公斤啊 我覺得排水排得非常棒 我想試試 我覺得這樣會脫水嗎 就是急速脫水 而且他這個真的要小心 你知道我身邊好朋友 他就幫我把脈 他說他行醫多年來 他沒有看過這麼棒體質的人 真的 范范跟我去你知道 他把完我以後 他覺得行醫以來 沒有看過這麼棒的個案 他一把范范說 你這就不行了 他氣到拒絕在看 真的假的 他有喝那個消水腫 他不用消了 對 我們就去看 那後來你有恢復嗎 你說 水腫很容易回來 一定恢復 對啊 這樣都沒用 然後他只要你短暫的水分 你排出去 演藝人有時候 因為我要拍 譬如說拍廣告情 要快速的消水腫 這純粹是絕名子水 純粹的 但我覺得你不能說好不好喝 來定論他 因為我是要配誰 對 你如果真的真的很想好喝 你只好加一點點黑糖 因為絕名子 他真的很像賣茶的味道 加一點點黑糖還滿好喝的 所以加黑糖OK 不要太多 川哥你要介紹的是什麼 我的是那個 也是有鳳梨酵素的 鳳梨鮮果茶 然後它的口感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裡面有一點點藥草在裡頭 所以它喝起來又有果香 但是又有一點點中藥 它是一個茶包這樣 它是一個茶包 你平常就是泡茶 然後加冰塊這樣子 那OK 我喜歡這種方便的 而且這個牌子的這個茶 不好 說現在搖頭 不是不好 是不好喝 沒有 不好喝喔 因為上班族需要方便 真的 一直OK的這樣一泡的 被我來說方便 一包一包好 帶最重要的 又是不好喝嗎 好難喝 但是排毒 排毒 而且是針對排水 因為你知道 我的水腫我從來沒有退過 所以我也是不時的找各種 可以消水腫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茶 是因為它滿溫和的 因為它不會讓你狂拉 但是它會利尿 讓我尿比較多 真的喔 是醬就有消水腫的嗎 對啊 對 舒淇婷 最後來一個中機 滿猛的 這是 現在很多人去韓國 一定會買的東西 知道喔 玉米鬚的茶嗎 有 因為中醫常常會跟你說 玉米鬚可以瀝水 可是你在中醫 看到一群那個玉米鬚 就覺得不是很想吃又很麻煩 所以現在在韓國 他們都有把這個玉米鬚 做成一包一包的茶 所以你只要泡茶就好 那你如果覺得味道很淡 你就加一點點甘草 就是玉米加甘草 這是針對什麼 尤其是下半身水腫型的美酒 真的喔 還拿來拿來 到底是什麼東西 玉米加甘草 這是針對什麼 尤其是下半身水腫型的美酒 真的喔 女生有水腫型的美酒 尤其是上班族 對不對 但你們喝玉米鬚茶 不覺得很像冷掉的玉米排骨湯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米鬚的茶